學會想喜愛 我不再動氣 來自視像家庭的林卓峰 在不少人的眼中 來自單親家庭和爸爸是視像人士 都是人生中的不幸和缺失 但身在其中的林東超 開闊 阿嬤 山闊 與獨子 林卓峰 開闊 瘋仔 山闊 卻不以為言 父子同行 路上偶有磨擦 但這毫不影響父子間的深厚感情 認識他們的人都不約而同地說 這對父子身邊總是圍繞著一度溫暖的氣場 林 二十多年前因視莫莫病變 而導致視力日漸衰退 瘋仔出生時 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 右眼亦在瘋仔念小一那年 完全喪失視力 失明後 要適應看不見的生活 實在是個艱難的過程 本來從事運輸業的阿嬤 再也無法上班 亦失去了婚姻 環繞身兼無職 日子更是難上艱難 生活上有其他家人可給予一些支持 但孩子的學業 品格或個人成長 卻令他自探有心無力 甚至因而情緒低落 幸而 後來他參加了 賽馬會殘障家長子女支援計劃 計劃成為了他育兒路上的白障 引令他走向光明 在這個家 十三歲的瘋仔是爸爸的照顧者 瘋仔被同齡孩子懂事 敬爸爸口述傳授 瘋仔三歲已學懂認路 小學時期他已學會分辨電線顏色 以及用測電筆測試電器有沒有漏電 亦懂得更換燈膽 分擔家務更不在華夏 爸爸妹要外出 瘋仔便順理成張擔當導航員 在街上 駕著墨鏡的阿嬤 總是玩著兒子的手臂 而瘋仔亦時刻留意著爸爸的身體語言 兩人十分合拍 看不見 教不到墨書寫字 阿嬤坦言 生活技能 他可以用口述方式教導兒子 但讀書寫字 他實在無能為力 兒子的學業成績 亦正正是他最操心的事情之一 開闊、瘋仔、山闊 小學成績不好 小一開始就為他找補習社 先後找過五、六間 不止 至少七間 在旁的瘋仔搶著根證 阿嬤問 怎會是七間 瘋仔答 不信的話 你自己數一數 哪次是溫習 不是補習 爸爸一錘定音 簡單的一個小話題 父子倆 你一言 我一語 這種打脆式的刀來劍黃 是他們日常的溝通方式 阿嬤說 瘋仔讀幼稚園時 我尚可用一隻眼 僅餘的百分之五 視力教他寫字 用六B原筆 因為文字越深色 我越以看得見 他甚至距離完全失明的日子 已不願了 那段日子情緒很差 不時與瘋仔的媽媽衝突 離異之後 阿嬤甚至曾經因為 接受不了自己 無法教導兒子 而萌生、輕生念頭 很好 他還是選擇了咬緊牙關撐下去 瘋仔升上小學後 中英數科成績僅勉強合格 不時欠教功課或成績見紅 都逐而令阿嬤棄上心頭 學業經常是父子發生爭執的導火線 阿嬤知道兒子貪瘓 專注力不足 於是切法去改變 做數學題 能夠訓練他的耐性和專注力 所以盡量讓他多做數學練習 我定下規則 計錯一題 要加五題作懲罰 可視阿嬤的規則 瘋仔總是無心跟從 阿嬤說 常常要三催四請 才可令兒子專心做完當日的功課 若勸喻無效 則以無力解決 可視除著視力轉差 他無法再教到兒子做功課 英文二十六個字母 教容易教 但中文筆劃多 難呀 當發現瘋仔的中文字寫得歪歪斜斜 像刮大風一樣 而且中文科成績急轉直下時 阿嬤終於意識到非找外援不可了 後來他獲轉介 參加賽馬會殘障家長子女支援計劃 開括 下稱計劃 刪括 獲編配了一位聰明試者 大學生 柏華 上門為瘋仔補習和輔導 這位大哥哥和瘋仔一拍即合 阿嬤感恩惠的是 柏華幫助瘋仔補習半年後 瘋仔各科的成績都有進步 特別是中文科 分數已遠離不及格的水平 柏華還會每星期都聆聽瘋仔說出一堆 古靈精怪的念頭 這些東西他從來都不會跟我說的 瘋仔的小五、小六情分事 成績算是不錯 考上了自己心儀的便溫中學 所謂心儀主要是因為有校車接送 上車點就在家附近 不用爸爸操心之餘 瘋仔還可以狠便節地往返學校和家中 方便照顧爸爸 培養孩子的品格和興趣 阿嬤認為學習態度比成績來得更重要 而品格培育更是成長路上最重要的必修科 這位家教甚嚴的爸爸直言 絕對不會例外或放縱孩子 他認為小孩應該受管教和守規矩 他開括、瘋仔、刪括 做錯事情我會狠狠地罵他 他就是欺負我什麼也看不見 阿嬤導出不少視像家長的無力感 另外他最介意兒子隱瞞過錯或不誠實 而每次瘋仔犯這種錯 總會陰差陽錯給他發現 有一次他躲在洗手間用iPad 開括、平板電腦、刪括、玩遊戲 以為我不知道 我在門外問他做什麼 他胡扯、雪晶在如刺 最終給我人贓並獲 我生氣得即場把那iPad摔到地上 一個人最重要是誠實 這條品得底線我十分堅守 不容許兒子踩過界 他一直深信 嚴厲、管教和責罵 都是為了孩子好 但參加賽馬會殘像家長子女支援計劃的 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後 他卻有了不一樣的另誤 我感受狠心的 是工作坊導師引導我們一班家長 講出一個印象深刻的個人故事 我當時想到一段有關兒子小時候的經歷 那是一個晚上 兒子突然慌張地哭起來 一邊哭救命 一邊躲在屁窩內 我已忘記當時跟他說了什麼 反正安慰了一會便沒事 現在回想 感覺猶如一場拯救行動 這種分享過程啟發我回想兒子小時候 我肯痛疼他 怎麼現在我會這樣惡然相向呢 所以自此以後 每當我的情緒到來 想發脾氣賣兒子時 我就會想起這段往事 提醒自己對兒子的愛 為了兒子能健康成長和發展 阿嬤再困難 也想方切法把卓豐的天分和興趣發掘出來 終於搜尋結果是 兒子有些音樂天分 風仔四五歲時 阿嬤會帶他到大會堂欣賞音樂會 古典樂、著事樂等等 什麼類型的音樂都去嘗試欣賞 他知道兒子天生就是負節奏感的人 於是安排他學習著事故 細心的爸爸就像白樂 發掘了兒子在音樂方面的才華 風仔自豪地大聲告訴人 我音樂科是全級第三名 天生的才華 沒有因為家庭狀況 或父親那無法改變的障礙而被埋沒 他正朝向理想的音樂路前行 聰明試者分享 何柏華 香港科技大學 數學與經濟學系 三年級學生 我從2016年起 參加賽馬會殘障家長子女支援計劃 原因簡單不過 因為我很想當老師 風仔是我參加計劃後 首個接觸的個案 在這段一起走來的日子 我見證著他成長和進步 說的不只是學業成績 還有親子關係上的改進 回想最初 拿起風仔的中文科功課和史卷西漢後 的確覺得有點慘不忍道 以中文作文為例 內容結構欠佳 以及文不對題 由於他認識的字詞不多 詞匯又不夠用 試問怎會拿得好成績 數年下來 我針對風仔在中文科遇到的問題 用了些方法幫助他學習更多詞語 例如我和他一起定立識字量的目標 每當遇上不認識的生字 便著他寫在生字補上 然後每天重複去看 慢慢把陌生的字畫詞記下來 久而久之 風仔寫滿生字的慈庫筆記 足有十數頁之多 我不敢說這方法很奏效 但起碼見到風仔的中文科成績 從不及格到及格 從寄望情分時能有好成績 創意無限的鬼才 例如有趟 學校老師出了兩題作問題 一是技術一次與朋友炒價後和好的經歷 另一題是描寫籃球場 二選一的題目 風仔竟然二合為一 將場景設定在籃球場 技術如何與有人 在早上鬧翻了 到晚上又如何和好如初 某程度上他的創意極高 風仔很有創意 爸爸又懂得欣賞 雖然父子常鬥嘴 但走到街上 大家總是以合拍的步伐同行 看得出他們心底裡都很愛對方 圖片一 爸爸看不見 所以說話是父子間重要的溝通方法 父子經常以言語上的交鋒作落 圖片二 何柏華 開闊又 散闊 兩年前開始 每週到大埔為卓豐提供功課輔導 圖片三 爸爸在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 重演看護風仔的往事 圖片四 阿嬰法掘出兒子有音樂天分 刻意讓他培養者方面的興趣 圖片五 兩父子在大會堂的角色音樂會 留下了不少足跡 有耗